大家好 我是彥廷 然後我在機制校園生活裡面 飾演的角色 是假班的班長藍守維 那假班是姿佑班 然後是小韓姐所帶領的班級 哇 對 那這個角色是一個 很認真 然後很有責任感的一個學生 那她是個暖男 對女生非常的貼心這樣 很高興我的形象符合守維 因為其實我之前是體育班 蛤 什麼呢 我是體育班 所以很高興自己可以符合這樣的形象 就是樣子比較好學生 但她覺得自己不是好學生 就是比較不愛念書 不愛念書 喜歡運動這樣 然後我總結我2021的功課 多欣 因為很幸運沒有 遭受到疫情的影響 然後可以接連地有戲拍 然後進入到機制跟女力兩個 很專業的劇組來拍攝 然後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我進機制劇組的第一場戲 就是堆到小韓姐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緊張 想說怎麼第一場就遇到女主角 然後很怕 因為小韓姐 不笑的時候 其實很有距離感 然後又是前輩 我很怕說 卡詞或者是講錯話 就一個巴掌就過來這樣 所以那時候很害怕 什麼感 然後其實 到現場之後才發現說 她是一個很和善 然後很大方的一個 姐姐 前輩 姐姐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很nice 然後她也很常 請大家吃東西這樣 對啊 什麼東西 就好很多 請大家吃東西 這句話你為什麼聽那麼清楚 請大家吃東西 這件事很重要 是很好收買人心 我第一個就被收買 好 我也是 很好 在是進女力的時候 我有一場戲是在咖啡廳 遇到女力的開心果 有小白 小白那個時候 讓我驚豔的地方是她 在現場會有很多 想法跟想法出來 然後讓我們現場 對戲的演員跟導演 覺得她的戲很活 讓現場更有趣 沒錯 對 所以那時候我在女力 有第一場戲 吸收她的經驗之後 有好很多這樣 打完了